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芒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的早上時間 今次有我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加拿大加珍生 各位網友好 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好了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最重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蒸香煲浪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今節回來 很多網友都見到這件事 上訴庭一有判詞出來 馬上是這樣PM我們 PM給我 想我們一起分享這件上訴之後的判詞 和往後 然後對於這幫過去2019年6月打後 這幫暴徒 這幫黃友所做出來的惡行 會不會接下來一些什麼叫做起訴的大行動呢? 接下來我想應該警方和律政司方面相當之忙 另一個角度看 到時候那些什麼612的律師 應該又可以裁員滾滾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要講一下 之前他們有一對夫 黃友夫婦 那時候好像還沒結婚 後來才在搞結婚還是什麼的 兩個友仔聯合起來 叫做父湯道火 這件案子 黃友稱之為父湯道火案 那他們連一個妹妹 一個16歲未夠稱的少女 其實在前年一次中西區遊行之後 變成衝突被捕 三個人早前經過審訊之後被裁定 這個叫做暴動和非法集結罪名 不成立 這個可能大家聽到很生氣了 嘩有沒有搞錯啊? 那是天啊 為什麼啊? 不用這麼擔心 那經常有人說什麼量刑委員會啊 那些量刑委員會的捉擊手 暫時好像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這個就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我對於一些忽然退潮的事情 我都會抱一個懷疑的態度 咦 你為什麼用陰謀論去想 不是陰謀論去想 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一定有你的那個目的 和那個叫做堅持 就好像周星馳的喜劇之王 尹天愁呢 他對於做男主角 對演戲有他的那份堅持 他跟夏依都說 這個叫做堅持 夏依 然後夏依說死開了 你死開了 沒有啊沒有你的通告啊 明天沒有大後天也沒有啊 就是這件事 好了 他們兩個以為 有時世事就這麼圓妙 他們兩個就在法庭外面做個心心手 你老婆就右手 老公就左手 大心心那些 很開心自己沒有暴動罪搞定了 好了 你覺得律政司 真的是 XC底嗎 是不是 或者那些 什麼什麼評分指數 怎麼怎麼怎麼 又罵他不做事 就著這件事呢 其實 律政司方面 已經都是不服 不服這個說法 為什麼不服呢 因為原審那裏就說 不能夠單憑被告的衣著裝備 和現場的環境 就推論他們有參與暴動 或者有叫其他人去做這件事 好了 當然我們覺得 我們網友 或者聽眾聽到 或者我們正常的朋友 聽到覺得 有沒有搞錯 這樣 我們千萬不要把這個問題 掛在官方上 好嗎 我們要講回程序和法律 現在律政司不服這個說法 接著就用這個案件陳述形式 向上訴庭提出上訴 好了 現在上訴完之後 其實就不影響他們兩個人 會不會再撿回去坐 這個呢 要先告訴大家 那就不會的 那上訴完之後 就裁定了一些新的說法 和接下來往後 那個判刑那方面 或者那個叫檢控那方面 也都有一個新的突破性的進展 在我的角度來講 大家聽一下 好了 可以說叫做更進一步 推論可以指 就是這兩項罪名 就是暴動 非法集結 是隱含了這個叫做火同犯罪 也就是整天所講的 叫做什麼 共同犯罪 合謀犯罪 那個原則 好了 那即是呢 合謀犯罪原則 就會適用於暴動罪 和這個非法集結 也都說可以代表什麼呢 不在場的人士 都可以被檢控 那現在那些黃友那些 就非常震怒 在那罵什麼 啊 即使你在家裡 都可以說你犯暴動罪 或者覺得你不是現場參與者 都可以犯暴動罪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啊 那麼厲害 是 那我們一會兒說回為什麼 即是那些 那些什麼冷氣軍師啊 暖氣軍師啊 啊 教人這樣那樣啊 那些呢 都會有機會去領事的喔 那這一節呢 可能那個內容呢 會比較豐富少少 或者細節會多少少 所以大家呢 希望呢 內心點去聽一下吧 好嗎 那都會有控辯雙方的嘛 是吧 當然提出上訴的 那就是控方 那那就好了啊 控方方面呢 也都提了六類非直接的參與者 那其實呢 你都可以將它算為是 可以都叫做參與了這個合謀的犯罪的喔 那麽提出哪六點呢 那麽律政司代表啊 都提到的了 有部分或者不在暴動現場 但是有參與暴動或者非法集結人士 其實都應該呢 是叫做涵蓋這個罪名當中喔 那裂了六類的人士啦 那大家聽的時候呢 都可能我心都有一些叫做 回想起很多人 或者很多不同的畫面 希望大家都冷靜一下 那接下來呢 即使對於這六類人士 基本上可以作出一些 叫做起訴他們的暴動都不定的了喔 甚至乎有份參與這個非法集結的喔 好了 第一類是什麽呢 遙拒控制者 那即使呢 不在現場 但是呢 遙拒又發出指示 指揮現場啊 參與者究竟怎樣去行動啊 那些什麽叫人什麽圍藝救召啊 那些什麽大律師那些呢 就是黑池大律師那些呢 教人家什麽方陣啊這些呢 那這些不知算不算啊 或者教人家什麽 羅馬 羅馬方陣啊 他那時候就說那些羅馬話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用散責用方陣 那去什麽理大那裏呢 救手足 那這些不知算不算啊 那在英國就不用那麽害怕 那第二類叫做供應者 負責籌款 和提供 612基金 那612算不算呢 因為我們有得斟酌 有得斟酌 有得斟酌 因為它是皮優基金 對喔 它不是供應 又入皮優 因為試過有人呢 他就擺了一段 WhatsApp那些Captal的出來 不是他擺的 好像是那些手足擺出來 那些黑布手足 問他可不可以拿一千多元買Gear 還是怎麽樣的 就是去作戰 那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給錢你買Gear 哈哈哈哈 你打我厲害的Captal的 你告訴我 不過要等我先籌飽了 才想想怎樣幫你 好了 籌款 提供資源 給現場參與人士 第三 宣傳 就是文宣組 文宣組 沒錯 負責鼓動和宣傳暴動 或者非法集結 包括打電話 利用社交媒體發放訊息的人士 就是TG Group 那些什麼 出日程表那些 不要以為自己走得了 快點刪 刪不刪 那share那些算不算 share 對 你要回想一個源頭 看你怎樣share 叫人不要去 那這件事 好了 那這些什麼文宣組 死定了 還有物資補給者 負責在背後補給物資的 包括為這些參與人士準備裝備 汽水油多 蛋製 或者去到現場 掘磚 或者提供其他武器的人士 你不要說 咦 你做什麼 掘磚 掘磚都可以說 將它是暴動 或者非法集結的一份子 那你掘磚做什麼呢 你看到那塊磚 掘到那塊磚 這個一定不行 你怎麼證明他的掘磚 是想去扔磚 這是一件事 哨兵 負責把風 提醒現場人士 怎樣避過警方的追捕 和部署 那即使呢 接下來可以說 控告這些人暴動 或者非法集結 那個範圍就會大很多 你不要想著 你看水都可能變成暴動罪之一 負責把風 剛才說了 第六就是保母車司機 那些什麼銀發族 去理大那裡接他們保母車那些 你快些 現在來很多人會叫做 BNO造家移民那些 就會ASAP去 因為想拍到時候 真的拍到你車牌的 就什麼了 就這樣先了 負責開車 將參與人士 再來現場 這些都會的 那好啦 上訴庭也都說了 相信有份協助 或者參與的人 其實呢 剛才說的那些綠類 不要以為綠類以外就沒事了 他說不應該 上訴庭說的 他說相信 就不限於那些綠類人士的 即使你有份參與其中 不管你究竟保母車 還是保母駕駛航拍機 還是什麼 總之你有份去幫忙的 就已經是叫做共同犯罪了 哇 真厲害了 我不知道網台在那裡呼籲 你怎麼衝出去那些 算不算呢 這些可能到時候都是的了 你在網上宣傳嘛 就是鼓勵人 但是有件事 譬如說 當時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警方去到 然後有一幫人坐在旁邊 站著說話那些 究竟是怎樣呢 在哪裏 很多這些人 好像那個 我們以一個為例 經典人物 那個 黃爆社工 大喇叭 陳紅秀 那他在旁邊說來說去 都是那些什麼 他們想回家 給他們時間走 那他又究竟算不算暴動呢 這個就是一件事 因為他講那個內容 那個做法 究竟是怎樣 好 我們陳紅秀 大喇叭 我們撥在一邊 我們繼續再講 那好了 認為呢 如果是共同犯罪的話 原則上 不能夠 用在暴動或者非法襲擊的話 那如果這些人 不會被涵括在內的話 那就會令到這兩項罪名 就會出現了一種叫做真凶狀態了 即使有一類人 他是在 剛才嘉仁生所說的 這些唐邊學 在旁邊幫手 等他們這個叫做暴動罪 可以實行 即使這場暴動 可以實行到的話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叫做共同犯罪 這個說得很對 那就出現了真凶 哇 即使那些建本戰士 冷氣軍師 其實這件事 是回應他們那幫黃圈的要求 我覺得是 因為他們有時候都講過的 哇 你們這些冷氣軍師 只是叫我們這些暴徒出去 你們自己有涼冷氣 推了他們去什麼 那現在呢 他們就不要說得這麼過癮 那時候自己說得很過癮 現在他們又開始什麼了 時辰到了 其實 很快要唱友誼之光了 我覺得 都可以 列定都可以 列定都可以 哇 其實最好笑是到時候那些銀發族 經常說要開車什麼 接放殼等等 這些是最好捉的 你試想想一下 那時候在理大的時候 很容易拍到他們整排的那些車 車隊 有了車牌 有了車牌 號碼 只要調回運輸署的那些視頻出來 逐呀逐 是 還有他拍到哪個開車的 還有是 不是這麼簡單的 你以為戴個口罩 拍不到你哪個開車 一定拍到的 哇 厲害 赤柱爆了 進去唱這個友誼之光就對了 我想會出現很大量的銀發族 有機會被控告暴動罪 我震了震下民視也暴動罪 只是說而已 這個法庭的意思不只是這六種 这六种以外的其实也是 现在我们继续讲,人生于世上有几个自己 我们在外面帮他们唱 那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画面我很生气 有些货车直接混了一箱一箱的 纸皮箱入住的一箱一箱的雨傘 雨傘就没见过那么明目张胆整个货车队进来 我就说搞错,这样也可以,一箱一箱的雨傘 还像人链那样,你搬完我接,你搬完我接 最前让他们跟警察打斗 我觉得这些相当可惡 好了,接下来可能当时不抓你 或者都想不到用什么罪名来抓你 现在可以用暴动罪来抓你 你有份帮忙这个非法集结 那我们也都继续讲多一点点 完审那方面的问题,好吗? 好了,完审裁判官国官他就说 看到控方只是依赖了这个赴汤道火这两个人 在示威现场这一大出现 又因为他们穿黑衣 就认为他们是必然的示威者 认为这个推论流于益册的 认为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参与者 另外那个16岁的女被告也是 虽然她都是在现场 但是未知她是否有曾经做过任何的实际 鼓励他人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即使她当时是有戴着头盔 但是也认为证据不足不裁定她有罪 当时就这样讲了 那好了,刚才我们也讲过 上律政司方面提出了那个控罪 暗函这个火同犯罪的元素 就说应该这个罪名都应该涵盖到的 好了,跟着辩方也都有帮我们尝试去闹 辩方认为如果火同犯罪的话 原则上是适用于这两项罪名的 是会令到非身处这个现场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也都说了,根本没有办法 预示到其他人的行动 即不是在现场的人 他们不能够预示到这个现场 到时那些人究竟会怎么做的 但是他们也都要附上这个行动的刑责 举个例子,例如如果有人载过一个示威者去到现场 那这个驾车的人是不是要为之后发生的事负上刑责呢? 还有这个刑责究竟合不合比例呢? 这个我觉得辩方这一样是乱来说的 其实过去有些案例来说 你载一帮人去银行到金谱去拿些东西的 你的车还在 tara... 参与业先生、叶继桓先生做的事 对,跟着你的车在那儿等他 到时警方抓到他们的时候 再拘捕你的话 其实都是说你是打劫的 你也是一份之一,我開車而已,我不是來搏的,來拿的 我沒做緊的,但是原則上你也是一起參與在裡面的 你是有一份車他們來的嘛,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辯方律師我覺得你膽少了 那好吧,現在新的裁判那個原則上已經恭喜你了 雖然你兩個父湯道火就打掉了,但是你三個,連那個16歲的妹妹 你們三個叫她逃出生天,但是原來往後就會更加人 不是父湯道火,是掉了火坑,真的笑死我了 笑到我肚子,那都是好事來的 那你說是不是所以量刑委員會是這麼重要呢? 其實也未必一定的,你想一下,律政司這次這麼努力 他們去釐清這件事情,應該怎樣去 往後怎樣去裁決呢?我覺得相當之令人覺得開心和鼓舞 不開心是一剎,但是律政司幫大家糾正回去 往後我想法庭方面也都明白怎樣去判決 還有怎樣去對於那些什麼接車啊,什麼家長車啊 怎樣去做事呢?大家到時就拭目以待了,好嗎? 多謝大家先這次,拜拜 拜拜